到处新九段的两盘棋 到处新九段是非常厉害的一位超一流棋手 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他 现在也还一直活跃在日本的棋坛上 当然了他最鼎盛时期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 是他最鼎盛的时期 曾经是打败了日本的无敌手 可以说是所有的冠军他都囊住了他的口袋 赵志勋可以说是日本棋坛最杰出的一位棋手 我简单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赵志勋 赵志勋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超一流棋手 曾经是独霸日本棋坛多年 目前仍活跃于各种围棋赛事之中 他是1962年六岁多的时候就从韩国东渡日本 去拜日本的围棋大师木骨使门下 从此开始了他的围棋生涯 少年时期的赵志勋九段就已经产出非凡的毅力 从那时起赵志勋几乎一直与小林光一的非常知名的九段 是并驾齐驱 赵志勋在不满12岁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专业段位 到了没几年 就到71年的时候就到了武段 当年获得了新人奖 并连续打破了同段位当中年龄最小的记录 被日本棋坛誉为创世纪的少年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的最知名的棋手之一赵志勋九段 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讲解 赵志勋直白对这个本音坊武功证述九段 这是他们81年下的 当时武功证述可以说是在日本其他人是非常厉害 他是当时的本音坊 日本有三大旗在 本音坊骑胜银人三大旗战 这本音坊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头衔了 武功证述非常厉害 而且武功证述的棋 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武功流可以说是成为当时的一个流行的一种趋势吧 他的三连星可以说是所向无敌 这盘棋呢是武功证述 直黑赵志勋直白挑战 他们当初那个年 那个年代呢是黑棋贴五木板 跟现在稍微有所差别 现在的韩国和日本是贴六木板 中国贴到了七木板 但这一些小的区别 应该是差别不是很大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这盘棋 这个武功证述的直黑 可以说是永远都是二连星 经常走成三连星 那么我们这个班呢是棋礼班 这个名字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从学棋的角度来说 提高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棋礼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也包括很多技术手段 我们全方位的都要学习 我们现在是进入了布局 布局呢是有很 有构思的 怎么构思 首先是要根据自己的喜好 下自己熟悉的棋 下自己熟悉的布局 同时也要注意对手 如果你了解对手 这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不战 你了解你的对手 他喜欢什么 你就要怎么说呢 就要刻意回避他 或者是难为他 这样才能提高胜率 你难为了对手 他下的不顺 你就很舒服 是不是 如果你下的顺着他了 他很有自信 或者感觉很好 他下出来起来 就非常的流畅 效果也会更好 所以说我们在布局阶段 一方面是要着重研究 这具技术手段 另一方面要琢磨对手的心理 了解他的心态 好 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废话呢 实际上是跟这盘棋是有关系的 大家都知道 武功正数是下三连星是必下的 那么怎么去破坏这个三连星 就是现在第四步 是要想的问题了 比方说 现在下这种小木 或者是继续下二连星 都是可以的 下哪都可以 但是作为武功正数 你要这么下 他肯定是下三连星 由于他的三连星 他下的非常有心得 很有自信 所以说很多对手都非常怕 所以说 这个小 这个 赵志勋呢 也是非常了解他的 他们应该是老对手了 那么怎么打破这个构思 让他下的不顺手 首先就想不让他成三连星 当然了 这不是绝对的 你走哪 我都可以走三连星 除非你走的 把我三连星 比方说你这样去分头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这个 白棋就要想动脑筋了 我们看看哈德实战 下出了这个小木 为什么说 这个是破坏三连星 或者是中国流的一种 很好的一个下法呢 因为他口潮着黑棋 作为黑棋来说 当然第一感肯定是 不是高挂就是低挂 总是这两个挂 当然了 你说 我非要任性的下三连星 不是说绝对不可以 但是 被白棋 守到这个无忧角 这个方向守到无忧角 对黑棋三连星的 这个模样的破坏作用呢 就非常的大 这个是大家通过研究 或者是实战 得出了一个经验 所以说 赵助兴 深深了解这个 这个布局 那么对这个白棋 对黑棋呢 要想乘三连星 白棋就下出了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布局 武功增速这个时候也是非常为难了 这个时候就说 已经黑棋比较难受了 所以说我们在讲 学棋的时候呢 确实要了解这些心态和布局套路 那么黑棋挂过来 这样呢 白棋 当然是有很多下法的哈 像 如果要跟着下 这个拖 这是最常见的 但是这个下法呢 有一个不好的 这个效果 就是说 黑棋这样连上 模样还是非常大 白棋呢 是捞实地 作为武功增速 酷外模样的 这个棋手来说 当然是比较舒服了 下成这样 所以说这个 赵志勋呢 没有按常规下 他是反挂脚 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一点 那么黑棋有很多很多的下法 首先有 一间低加 二间低加 三间低加 和一二三间高加 种种下法 这个呢 也可以说是 有很多下法都可以考虑 实在 我们先看看 实在 他是选择了一间低加 这一间低加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 他的好处就是说 让白棋比较难以转身 或者是变化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逼宫 白棋很紧 如果白棋贸然的跳出来 那么 黑棋很有可能是跳 我们可以简单的摆出这样一个定式 这样的下法呢 白棋这个后卫 不发挥 还有很多弱点 可能还需要在这个地方 专一手 那么 给这个 给人的感觉就是 白棋比较落空 没有得到实惠的东西 比方说黑棋还可以继续走一个高的 这个时候都要选择高的 尽量选择高的 而不要选 选择这种低的 低的 对这个模样呢 就起了限制作用比较小 但将来 白棋还可以在这正理一下 反而搞得你黑棋 硬也不是 不硬也不是 就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说 要走高的 这样呢 一方面限制白棋 同时 也是把自己的 这个模样呢 扩张的更大一点点 所以说白棋这个跳起来 由于没有很好的配合 可以说是这样的定式选择 是不好的 我们在选择定式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配合 配合就是左右 自己的 其形 其指 对自己有没有利 有没有可能形成模样 或者相互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定式 这样和那样的定式 就是因为有各样 各式各样的不同场所 场合 所以才会产生 这样和那样的定式 所以大家在 实际应被定式的同时 必须要学会 活学活用 要学会 可以说是叫做 茶言观色 在棋盘上 要学会茶言观色 要看看棋盘上的 哪些是对我有利的 哪些是对我不利的 要 肯定是要选择 对自己有利的 这个下法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定式的一个选择 大家 只有把这个 道理搞明白了 才能选择最正确的定式下法 那跳起来不行了 这个白棋 当然现在流行的 还有什么反加 黑棋可以靠住了 这样就 由于黑棋加得很近 一下就把白棋给摁在里边了 从心情上来说 还是不错的 那么白棋 通常的下法是这样的 这样的下法 我们也叫做两分 或者叫一个正常的定式 但是也是要看配合的 现在的配合呢 黑棋的重点是倾向于 你看 黑棋由于有两颗指长数据 是在向左边发展 所以说 它左边比较厚 也是想成空 或者是发展的 这个时候 黑棋比方说 可以选择上面的飞 当然了 很多同学说 那我拖一个行不行啊 我捞取实地 白棋都把我的空捞走了 我再捞点回来行不行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是根据棋风 但是 为什么说这个 郑老师没有这的下法 你看 黑棋走到这儿 空好像围的也不小 但是这个黑棋呢 就是 只是旧空 围空 围自己的一方空 又落了后手 那么白棋 可以跑到上面去 黑棋的指令 全部集中在 棋盘的下半部 那么围的是很坚实 但是呢 你毕竟花的手术很多 那我们再看看 刚才说的 从上边飞 这个的好处在哪 它控制了中辅 不管武功证术喜欢 那是肯定的 是不是 那郑老师也是很喜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 这个定式 大家可能知道 正常的硬法 白棋不是拖 就是 不是这边拖 就那边拖 我们先看 这个拖 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拖 首先黑棋呢 简单的下巴是挡住 但是这个有点过于简单 我认为 那么 白棋可以再飞一个 黑棋损掉一点实地 但是 边上 干 变得更厚 中辅也有所控制 这个是它的好处 还有 很凶的下巴 我们看看 它扳进去 这个也是一个定式 但是这个定式呢 感觉就 有点凶了啊 白棋 做这个 当然 当然了 这个也是 很乱战的一盘棋 这是定式 为什么说 这个定式 黑棋感觉不错呢 你看看 最先的一个定式 右边这个定式 黑棋正好藏着这两个子 是闪闪发光 正好威胁着白棋 六颗子 这个边上中间的这六颗白子 白棋没有眼位 所以说变得非常薄 还需要逃窜 比方说 黑棋下的比较客气了 白棋在在中央 自己不停的跳 单观一个 没有得到实惠的 那么黑棋转到上面去 就能形成一定的空 所以说这个白棋呢 感觉是不太好 这个由于配合不利 黑棋在右边 提前有了很多子 这样对他的边上的一串白子 就威胁很大 所以说这样的选择 对白棋来说 就是不可取的 既然不敢拖这底下 那么我们拖上边 拖右边 左边看看呢 这个情况也很糟糕 这个定式 如果大家熟悉一点了 定式的同学就很明白 这个拖是需要增值有力的 我们看看怎么需要增值有力 黑棋斑 白棋断 我们打个简单的定式 增掉了 黑棋不错 增值有力 感觉应该是不错 那么白棋 可能也有些引针 不能说白棋完全不能下了 但是感觉 好像这个棋 黑棋还是不错的 而且黑棋 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下法 这样也是非常难解的 但这样的下法 还拖 飞下 这两颗中间的白子 也是相当的薄 它需要逃跑 无论怎么跑 那么黑棋挂过去 那么白棋就是相当的苦 一个人在中央 没有着落 到处都找不着家 左上离家很远 离右边更远 始终是飘在中央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好过 当然了 白棋如果说 那这个不好过 我不过了 想法也是一种拼命的态度 这个也是不错的 但是毕竟是叫做拼命 或者是过于顽强的态度 那么黑棋比方这种跳 你再跳出去 他跟着跳 我们就打个比方 或者是还可以吓得凶一点 是不是就有可能把这个白棋 弄得够呛了 打个比方 是不是就有可能给关在里面 不是说他完全不能做活 但是相当的困难 是不是啊 就是打个比方 这样白棋是上来就进入苦战 当然是不好 好 这摆了几个变化 是让大家更清楚 这个定时的选择 会对将来进入中坛战斗的 一个流向 好 我们再继续讲一个稍微 刚才这个过程当中 稍微复杂的一个变化 有些同学可能还是比较熟练 这个下法 班三三 班三三也是很顽强的一个下法 这个打断是 不能缺少了一个次序 然后再把街上 白棋跳 下成这样 黑棋一虎 这个定时呢 过去 或者是很多同学 可能也 总以为必须要这么下 如果下成这样 被黑棋以偿 这个配合 对黑棋就是相当有利了 你看那个黑棋 把白棋给封在里边 白棋只有十几木棋 那黑棋外边 非常厚实 当然是黑棋满意了 虽然白棋 以后有这一类的下法 这个靠石妙子 黑棋 不能打 打得被他一般 反正难受 不好下 接一个也痛苦 接一个 反正已经被便宜了 这个白棋就比较清零了 白棋可以继续在这边走 所以说这个靠呢 还是比较厉害了 一般情况下 黑棋是不是惹的 那你尝一下 我就粘住 你最终是要在这补齐的 那么 这些 黑棋可以 守住 白棋扶在中央 也是始终是一个负担 所以说白棋也不见得好 这样的行 跑出来也不好 那么 白棋难道就没有好的下法了吗 当黑棋唬的时候 这个是 是一个关键 有一句话叫做 舍不得孩子 套不得狼 白棋 不能去补 而是要主动出击 这些只是可以给白棋 给黑棋吃的 给黑棋 比方黑棋吃掉 吃掉这几个 但是这一尝 那这个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怎么走在这一拐 那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白棋吃掉黑棋 这两个子的目数是相当大的 这样的好坏就 就不用说了 肯定是白棋大优 所以说黑棋还来不及吃了 这个不是给他吃的东西 那么 黑棋 怎么办呢 黑棋要尝 白棋就继续压着他 你搬 单弯可能也是可以考虑的 先把黑棋搞得焦头烂额 让黑棋自顾不暇 活不活气 可能还得活气 当然这个时候也许有拼命的下法 但是由于初期无节 这个也是 不行 不行 那做活呢 做活在这 白棋这样搬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有毛病 他就补一手 两个人相安无事 结果 这个是不言而喻 是不是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黑棋都在二路爬了无数格子 肯定是没得到洗目器 那么他这个厚位 不是真的特别厚了 白棋反而也变得特别厚 所以说 这个定时的关键支出是 白23长出去 对黑棋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说这样的定时呢 333会遭到白棋的这样的 一些阻击手段 黑棋是不成立的 所以说 白棋也就没有多少选择了 当然了 你还可能有一些像这种反击 这样 但这样的配合 一般说的前提是 白棋右上一方有配合 才会翘得比较高 否则是至少麻烦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随时要被黑棋挂过来 白棋 这个 还很麻烦啊 很不舒服 所以说这个高的呢 下的比较少一点 实在点脚 这个比较普通 它的好处就是 捞到比较实惠 这个 黑棋当然也获得了先手 把这个 抢到的先手 是在布局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也是一个非常 松懊的一个 一个课题 就是说 在局部 有时候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叫局部吃点亏 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能落后手 所以说就证明了 这个抢先手的重要性 我在局部啊 尽量不要占小便宜 我给你一点便宜 但是我必须我 我先走 这个你看 随先走先 要倒贴棋木板 这个 这个 就是证明这个先手的威力 非常大 好 这个非 刚才已经讲过 白棋 左右都不敢轻易的拖 而选择着上边的挂 看似好像 走不好了 不走 一方面是这个道理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这样 走不好的地方就不走 我不能直接去应战 我就 我就到别的地方去 走两步 试试看 这个就是 也是有这层意思 但是呢 最深奥的意思 或者常说最深的意思 的是 比方说你应一个 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 他走 交换了一手以后 敌人 这个胡桓山又杀坏了 一直又悄悄进村了 他又回来了 你看你再来的时候 首先增值不低了 这个刚才说的 这个增值不低了 这增不掉了 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还要跑了 当然了 刚才也介绍了 有这种沾的手段 但这个就难说了 这个因为现在呢 跟刚才的情况也不一样 黑棋没有刚才那么厚 白棋 白棋也许还能勉强一战 也许还能勉强一战 当然了 黑棋可能也能下 但这个就要看 这个他对了心态 和看对手了 黑棋了 没有跟着他下 这我也讲讲原因 他为什么下这绝了没劲呢 我们要看看右下角 由于白棋点了脚跳出去以后 对黑棋呢 是一个限制 黑棋在 是吧 右边这条边 可以说是双方都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潜力了 谁走 谁都觉得无趣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所以说黑棋呢 不是很想走 实在选了这样 坚主角 你不走 我就盯着锚 盯着路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白棋转身 来加吉他 也不错 这个是一个普通定式了 这个黑棋可以说是 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 这个白棋 最近要捞捞空 这个定式 白棋呢 继续选择捞实力的下方 这个是贯彻他一贯的 实在呢 黑棋 去跳这手棋 稍微显得有一点 倒也不错 感觉呢 是这个是武功证书喜欢的 因为把白棋压低 他就是想扩展模样 但是这样的下法呢 也有为一方地的这种嫌疑 就是说他太过于 趁向已旧为一 一块几方 那可以考虑的地方 比方说现在这边 压售压售 如果白棋要跟着硬呢 他再来这样呢 效果就更好一些了 但是可能黑棋也担心 走不到 这个都是一厢情愿 也许会担心 黑白棋会贴起来了 这个就是很多变数了 你看他贴起来 这一户 黑棋 可能也怕落空 所以说这个棋呢 也是很难说的 实际上他是 特地把白棋压低 这个时候白棋 不能让黑棋再继续为中复 他先动手 我们讲讲这个压和飞的区别 这飞呢 就感觉快一点 但是呢 薄一些 比方说黑棋跳过来 将来就有冲段和跨段的下法 是吧 我们打个比方 你走这 将来 马上说明就有跨段 这个可能更有趣一点 白棋就变薄了 所以说紧贴住它呢 显得更厚 虽然慢一点 但是很坚实 黑棋肯定是要扳头 白棋扳 这个时候呢 考验黑棋 通常都是长人一样 那么白棋肯定继续压过去 你反正要扳我就要断 这个棋从断住身 在随时随地 可以说是 白是 怎么是都是 都是有道理的啊 那么 黑棋 比方说再退 那这个时候白棋 就比较舒服了啊 他甚至还可以压 为什么 说这 怎么老压压得这么来劲啊 这是压几路线了 我们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压七路线 我们的原先老师讲的 压四路线都要考虑考虑 压三路线当然是可以压 压四路线都不见了 可以压 为什么压七路线这段是说压过来 那么舒服了 那是有原因的 对不对啊 我们不能使劲硬背 比方说还能让压的 他只能往后退啊 这是打个比方 关键是他底下很空啊 你看这个地方 他是漏风的 底下黑棋 为不得 空我压你高了 压你大了 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所以说 白棋肯压 如果底下是封个口的 那千万不要压七路 压四路 大家都得掂量掂量了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黑棋人不能退 还觉得退了半天呢 这空没围着 那反而白棋扩张大 所以说 连班 但是这个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或者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啊 白棋不会这么听话 就这么退了 是不是啊 那哪有那么乖的这个棋手啊 这个 这个武功 这个小 肯定不能退啊 这个 赵子军 岂能是 能容忍你这么搬我的脑袋了 打断 这个时候黑棋栏搬了 黑棋搬 这被一搬 动不了了 就怎么办了 没没没地方下了啊 所以说 他先尖一下 看看你怎么下 哎 如果你跟着我硬就好说了 那我就有办法 我搬 我可以连班 那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连班 你又不能吃我 你要退的话 我还可以爬 但是呢 我黑棋就活在底下了 啊 这个黑棋还可以抢着坚守 到这边挂 哎 棋筋好像看似被吃通了 确实是吃通了 但是 毕竟只有四目级 你对我黑棋影响不算特别大 关键是白棋落了后手 啊 所以说白棋也不是太好 你走到这儿 黑棋飞回来 黑棋非常的舒服 啊 所以说 这个棋筋有时候也是看 有时候是假筋 有时候是真筋啊 你叫 根据形式不同来判断 不是说什么棋筋都 都不能被吃 这这盘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说白棋 先冲他一下 这个把他的气撞进 你要再接上我躺出去 这样就连班不了了 另外这样搬不动了 那我们看刚才不交换 他要连班了 那么白棋 一下子贴过去 就把四颗给擒住了 那这个黑棋损失就惨重了 不是两个了 那是四个 多了一倍 那就插不起了 黑棋翻脚 白棋再提 这样白棋虽然也落了后手 但是由于这个黑棋的脚上呢 目数小 可能以后还要被搜刮 所以说这个效果呢 白棋就要比刚才要好多了 现在黑棋腾出手来 把这个补住 这个补一手还是相当厚实 又很大 白棋 高的手脚 为什么时候高的 什么时候低的 完全是一种感觉 我们说下棋 棋感好 什么叫做棋感好 就因为他对这个形式判断 对他这个 对这个 对手的这个 走法 他是很有感觉的 因为现在是为大模样 从这个理论上来说呢 你为低的 走低的就不合适 为什么叫不合适呢 他为模样的时候 你一步一步起来的时候 就比较慢 破黑棋的空的速度就很 很迟缓 所以说要走得高 对他的破坏就大 但走得低肯定是坚实 但是你过于坚实的 这个形式就会落后 有时候还有可能被人家尖冲 你就给摁了三路去了 你看这个中间那个肚子 是不是就可以修国际机场了 太大太大了 这个是白棋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说他走得一个高的 有时候呢 还会走拆二了 他还要走虚一点 还要向你靠近一步 这个就是 个人理解不一样了 这个大有大的好 怎么说呢 大一步应该对你破坏大一点 比方说你走你就小一点 反过来我我一脚 我还变得更大一点 当然这个是白棋围的角度来说 但是你走大了 一旦我们打个比方 有机会哈 被黑棋点脚 这个你就跳二就空了 对不对啊 这是不是一爬就爬了 你不会下了 你只能接 这很容易就把这个空给你闹掉了 对不对 一见 脚就黑 白脚变黑脚了 这个沧 沧海变伤田了 这个就是他的缺点啊 所以说呢 白棋迹想走得高一点 步子快一点 削对方多一点 但是呢 又怕对方抄我的后路 说把我的东西给拿走了 那还受不了 所以说 他走了一步 比较中央的一步去 所以说挑了这个小的 哎 你点脚不好点 你点点试试 啊 我们点点试 点一下我挡一下 你怎么办呢 活是没有问题 但是活得难受啊 这个小脚局部还不是近活 将来白棋到处都这些 这些跳啊 尖啊 都是先手 是吧 很多很多先手 啊 你看你早不理 比如这些地方稍微厚一点 这一点可能大家都知道 一点就是 那没有活路 但是没有这个指 那是不行的啊 没有这个 这个外边那么厚 那是不敢点的 这么一点 这个 一冲就挡不住啊 这个是一个 很常用的一个下方 好 现在呢 再度大规模作战 大模样作战的时候 边边 那是以后咱们考虑的事情了 现在咱们都是要干大事情 那个小事情留着 待会儿才说啊 所以说 我们眼光要盯住中央 盯住这个模样 我们看看武功增速怎么走的 补了一手 底下太宽了 这个地方不加强一手 虽然说是很想战这个大场啊 但这个地方一打 他有点晕 打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道理应该逼住 对不对 这个不逼拆二 白体就活得干干净净 那再加他一下 他神经麻痹 不断过 好 不断过 拖 怎么办呢 你又搬不下来 只能搬上边 这白旗相当容易处理啊 接也行 你退在他一地 底下随时一打就活 比方说你来攻他 打个底下 白旗最最怂的下法就是这样 一下就在两个眼睛做出来了 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给自己开了后门 所以说黑旗就攻不着白旗 这一掏就掏空 所以说不敢扩张太大 走到这 为什么走到这 不走到这 这个大飞 这个大飞 将来白旗这个靠时 那黑旗很头疼的 你看你接他又来加了 他又来进了 走走走走 他就活了 你看没有 这个好容易就坐回 坐眼了 底下空 所以说不能走大了 二一个 左边黑旗可以说是铜墙铁壁 干嘛要靠那么近呢 当然是要走自己弱的地方补墙了 所以他补了这个小飞 就是恰如其分 而不是大飞 那么你不走左边 这个是双方消等的要点 白旗当然抢了 啊 现在没有抢 这个是很想抢的 但是呢 他没有走 走什么来的 单头大 啊 由于这个中腹很大 单头 这黑旗下的正常的湿度 当然是打他了 打打压 啊 这么大推过去 嗯 这个可以说是就是大家赌勇气了 黑旗通过围 肚子相当大 但是 遇到这个赵志兴 魂不吝了啊 叫做 万一给你来一深水炸弹 这个一下子把你炸开 哗 这个黑旗就傻眼了 就武功正数也怕 他们两个是老对手了 这个知己知彼啊 这个赵志兴经常到他的肚子里边 大老天 大老一场啊 往往是已活的多 啊 这种 这一活出来的黑旗就 可以说是没法下了 因为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你看上面 白旗太大了 这都围到的七度线上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空 那是无聊啊 跟刚才这个 在右边的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 他有点含糊 那一含糊呢 这个旗就下走形了 打也忘打了 跑在这走一个 这个旗当然要打了 是不是啊 这个旗必须要打他一下 那哪怕再走这 我觉得也好得多 他藏到这将来 还可以勾肩搭肩 靠着他 哎 由于他白旗气比较紧 这样呢 借用相当多 啊 让白旗不舒服 这个单走 白旗一虎 上在了空围住 啊 这个黑旗 有点慌 又走了一步 不着边际的旗 反正 我这个可能说的过分一点啊 吴光老师 有他独到的见解 这个指数 也许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虚 啊 实实在在 那么就下一期 咱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旗 比方说这样的旗 踩个边 那么 白旗可能会在中间 来走一走 那么 慢慢攻他呗 是不是啊 具体怎么下 我们可以 比方说 拦截住他 啊 逼他在里边苦活 这个白旗不可能轻松 轻而易举之 就卖 卖很多空 啊 要要帮忙啊 可以做帮忙 可以炸他的眼 这白旗可能能活出来 到时候没有问题 这个叫做 呃 死罪可免 活罪难 难熬 是吧 这个 这个要让他活受罪 但是黑旗吓得 有点过于虚了 这个也是他 太追求中府的 这个太看重中府 也有关系 啊 白旗猜 黑旗说白了 就指望着这一块空了 万一这个 这一蓝子鸡蛋 被人家打 这个捅破 或者摔烂了 这旗就不好办了啊 那现在 黑旗怎么办呢 黑旗不能再继续围了吧 也不好围 白旗越来越大了 所以说要进去 给白旗减减肥了 拖 这个是一个常用手段 啊 那么 肯定是搬外边的 因为左边白旗这么宽 黑旗来连搬 抄脚 这个时候白旗有点财迷了 实在下到这儿 这个 有点 过于财迷心窍 正常呢 就沾那就可以了 黑旗三 走 这种地方要先打点点它 好 放到这儿 可以暂时不走了 那比方都可以来这些 或者是 再想办法来消控啊 然后比方来消控 破它的中 这个是正常的下方 但是赵志勋 是很酷爱实力的 他一看空被 脚空被掏走了 有点不心肝 所以说呢 把脚护住 但是这样黑旗 就腾挪了啊 虎到这儿 是特殊的下方 这个时候 由于白旗相当厚 所以说我们要知己知彼 对方 是非常厚 非常厉害的 你去跟他惹他干什么 这一惹就惹一身骚 对不对啊 我们看为什么叫惹一身骚 通常下方 笑 这是最狠的 走 按他的头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照他点 你接他一尖 跑吧 你怎么跑 正好穿出来 追击你黑旗 这个黑旗 一个眼都不能看清楚 那这个跑起来 不太累了 是不是啊 这个旗 黑旗 空也没了 你看上面白旗 把空还围住 同时还要攻黑旗 所以说黑旗 不能瞎跑 就地成活 能做眼 是最好的 做眼 白旗还不放过他了 点他的腰圆 爬活 黑旗再来跳 这样黑旗上面 带着有眼 这叫做有势无恐 他已经有眼了 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不能被打 这个不能被打 黑旗单断好旗 白旗不能走 白旗不能动 动就吃亏了 打到外边 吃了两个只是假眼 所以说黑旗还需要做活 这样告一段落 黑旗看似很小的做活 实际上也是收获不小 把白旗上面的边 全部给打烂掉了 这个木树上呢 就得到了很大的迷 现在形成一个细气军 可以说是 而且先点一下 这是先手 必须尖不尖 白旗 长山山就出奇了 白旗这个时候呢 下来还很小心 可能觉得也不错 不慌不忙的来消 像刚才长老师说的 这个吊呢 虽然是凶一点 但是可能会担心 这个时候由于上面很厚了 跟刚才情况又不一样了 太厚了 你走的反而不好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 一个底下 有可能被人家吃住 二一个 这个走这很不踏实 会不会有靠段啊 都不不清楚 那么白旗可能 尖到这会放心一点 那黑旗还可以 说明还能为主啊 这个 慢慢来 让你黑旗围 白旗这种呢 是小刀子拿肉 一点一点 倾销你 一点一点蚕食你 弄得黑旗没脾气 弄也 封也封不住 那就看到 白旗往里边灌 越弄越小 但是 也还好 黑旗好歹是把围住了 这空也还算是麻麻糊糊 麻麻糊糊 白旗看来是有点过意小心了 那可能胆子还是应该大一点 刚才胆子大一点 说不定还不错 现在白旗就跟黑旗打起了这个太极拳 以官子来取胜 磨成细细 黑旗 这个是非常勇敢跑进去闹事 这跑到这里边呢 这个 闹到事 因为本来就是白旗的空 考验考验你 如果你印不好我就要这个 就要输旗 印得好损失不大 当然不能白损 肯定是要看的比较准的 飞 白旗 靠是最顽强的 是 最完全的挡住 黑旗的这个眼位 倒爬是妙色 沾上 黑旗这个眼位不够 有点短 一冲 简单把黑旗搬死 但是呢 这个 黑旗通过这个打入呢 也得到一期便宜 这个冲 你看一冲只能退 连冲 这也得到一期便宜 所以说 还是有所收获的 然后回手来 这个 现在又攻 先补了一手 可能这个怕攻 走这个 我看看刚才如果要走这个 他可能怕还是弄不住 怕弄不住 这个 应该有很多手段吧 应该有很多手段 是不是 靠 靠断他 这个黑旗 你看 也不见得有把握 是不是 白旗太厚了 这个好像不一定 不一定能成功似的 不一定能成功 所以说先把 搬回来 白旗 跳的时候 他再点一下 白旗反击 白旗可能觉得难受了 反击 这样就复杂了 给了这个黑旗很大的一个机会 黑旗 白旗 白旗班主 要形成对杀 这比较复杂 这个呢 我们只能稍微带过 就双方计算还是比较精确 这简单说一下 如果这个旗 黑旗要来断 我们这看一下 那么这个旗 把旗 把旗藏先手 贴一下 一冲 这一般 黑旗是连不回家的 这个气 杀不赢白旗的 所以说就简单就死掉了 所以说不敢转 自己先逃回去 逃回去 但是收获很大 你看这个 就把这个边角连起来了 这个也是相当大的收获 再退 白旗还补一手 这样 联络了 好像是吃着了三个纸 还含着一颗纸 但是牧树有限 白旗本来就很厚 那黑旗把边上捞了 捞了不少实力 也占了 应该说是不少的便宜 接着把这个字吃掉 这是进入收获 现在呢 就基本上进入了 这个收获阶段 那这个吃住 好像是有一点点小 这个大的这个旗 还相当的多 比方说这种地方 冲 大家 这个冲是先手 能先手走掉了 特别是进入关子的时候呢 我建议大家尽量先手把它冲了 特别像这种冲 一下就先手冲掉好几目 同时还外边 这个白旗就变薄了 是吧 这个黑旗随时跳一跳 还要吃它两个子 还有继续的先手 这种先手相当大的 所以说要尽量把它冲掉 警方被对方逆收了 而且本来现在感觉就是中腹大 他就吃这颗子 这个子感觉 慈目其不见得到 所以是明显有点小 这个下的 不管他是什么洗手 他也有可能换错误 像这个职业顶尖高手 他也会 也有失误的时候 有时候计算不是很周密 白旗来先动手了 你看这个一点一扣住 太舒服了 刚才黑旗望走了中腹 本来走中腹是先手了 现在被白旗先动手 这个黑旗呢 中腹就围不到空了 当然了 排旗把这个吃掉 当然了 这个整体上说了 这个黑旗 还是下的还是很很不错的 这个模样 也就是武功正数会围 围的还是比较不错 最终你看这块空还是 从左下角开始 到一直往右边延伸 这块空围的相当大 初初判断一下 30 应该有50多目 50多目的话 这个右上角了 黑旗又有十号几米 就六七十目 全局估计有70目出头黑旗 白旗的空呢 主要是在左边大一点 但是左边呢 也就是二十 40目出头 40目出头 又下了十几米 五十六十 六十多 应该还是 这个 这个白旗应该还是可以 白旗木数加起来 也跟黑旗相差不太多 应该是黑旗 也不是很成功的 但是后来这番旗呢 有些失误 由于时间问题呢 我们就不一一讲完了 因为现在已经讲得很细了 我们这个 不可能把这个关子都给全部讲完 虽然现在形势 黑旗还不见得好 最终呢 黑旗虽然是赢了 但是有一些偶然性 我们通过 郑老师给你讲旗 主要是为了大家 提高旗力 提高这个对旗的理解 我们先从大的地方入手 好 那就我们这样稍微休息两分钟 你同学可以喝喝 也可以 方便 方便 然后我们过个两分钟 再继续讲另外一盘旗 好 同学们好 这个我接着再讲第二盘旗 这个第二盘旗呢 是赵志勋本营法 上一期是三分 上一期是赵志勋把武功证术 本营法挑战成功 他获得了成功 所以说这次呢 是赵志勋获得了本营法 他迎接这个小林光一 九段的挑战 黑棋是赵志勋 这两位棋手 都是属于那种实力性的 实力派的棋手 都很注重实控 他们俩也是目骨门下的师兄弟 这个小林光一是赵志勋的师兄 由于稍微年长一些 所以说成绩呢 一直 之前一直比这个 很早 小的时候一直比赵志勋要好一些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初 这个赵志勋就崛起了 可以说是小林光一 相形之下呢 就差一些 他们两个也是日本祈愿的希望之心 这也是大家公认的 现在是下成一个对角 对角呢 是比较难掌握的 特别是黑棋 因为黑棋有贴幕的负担 这样呢 很难围成模样 它的效率是不容易显示出来 三千加 这样选择这个松加 就是说有它的考虑 我们知道一句话叫做 作用力又以反作用力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有些同学知道 就是说你离得越近 你去打击它越狠 它反弹力越大 是吧 对你的反冲击力越大 这就是说你如果加击得很 它在比方打个比方 这样加进你 你白棋也反过来是陷入的被攻的境地啊 那么 这个 给人方便 自己方便 他选择的这个三千加就有这个好处 当然了 还不排 也不排除有这种奔头的下法 这个就是慢慢来了 你要拆三 我也拆三 好 基本上形成一个铜形啊 这样的话 这个黑棋呢 可以说是不太满意吧 这个如果都走成一样的 让我这个贴幕找谁去了 是不是啊 这个黑棋先走 当然是要想处处增仙 处处占便宜了 这个也是经常我们碰到的问题 这个是白棋 白棋为什么这么选择呢 他就是要 把这个战线拉长 慢慢慢慢来啊 从长记忆 我们不不马上跟他发生激战 因为发生激战呢 由于黑棋先行 通常都是他占便宜 占主动 所以说打持久战 就是打持久战的态度 一看就知道他想干嘛 那么黑棋怎么办呢 黑棋这个时候 通常要手脚 白棋来加 黑棋 反加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说 选择这个反加 黑棋是比较灵活的 你如果把这个补住 那么黑棋继续在拆边 或者是挂脚 这都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说这两个都是很难说的呢 都很大 可能挂脚更实在一点 因为我们都知道 行骑的一个布局的 行骑的一个次序 是站空脚第一 包括手脚 这都是最大的选择 最先的选择 其次再次站边 再其次再次站中央 是不是 先脚后边 再中央 这是一个行骑的次序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个站脚和站边 也不好说 比方说这样 他这个 走过去 这两翼三开是非常可怕的 你手一个脚 没准他再把手住 这个黑棋模样扩张很大 这个也是 觉得也不错 那么为什么说挂脚也不错呢 挂脚本来就没有错的道理 这是 本来就是 明正言顺的 同时呢 你看看左边这个 无油角 黑棋的方向 本来就是应该向右边扩张 对不对啊 向右边扩张 当然 挂过来 就是朝这个方向去 黑棋 没有不好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挂脚 可以说是首选 也可以说是没有错 这个黑棋呢 就是说布局 布调比较快 打白棋的所有子力 就跟打仗一样 把所有的敌人都吸引到一个地方去了 你的兵力就分散了 对不对啊 你都到一个手一个山头 那个地方倒是死得牢牢的 站得很好 但别的地方就空虚了 别的地盘都被对手给占了 这个用在围棋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啊 你看上面黑棋站了一条边 下面又是黑棋先动手 那黑棋是别的地方都占钱 所以说这个呢 黑棋是可行的 当然白棋没这么下 白棋是三尖架 这是最流行的一个下法的 那么三尖架呢 嗯 现在的下法啊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流行的下法就是飞 你要走这个还拖 走这个走这个 这样的下法可能白棋比较难下 没有配合 黑棋把脚捞走了 黑棋肯定是非常好啊 非常满意 白棋这个是全是虚的啊 就空不知道在哪围 那就有点傻掉了 当然是不能这么下了 那 那么这个 飞了之后 下的比较多了 就是说再爬一个 希望他不要进我的脚啊 对不对啊 白棋 当然是这个心情 但是你不想让我进就不进吗 这个不是你一个人下棋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两个下 我就要进 这个也是很 很强硬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非常流行的下法 这个大家要熟记一下啊 这个冲断 要断底一件 断 这个时候黑白棋肯定接外的 再闭 石头 这个是好棋 啊 稍不留意 如果大家对这个下法不熟悉的棋手 哎呦 麻烦了 搞不好就只有这么去拱 拱 那这样就麻烦了 你看看 白棋 这个就没法玩了 你这个这么大一块打结 黑棋随便走两步 就已经笑哈哈的走了 所以说白棋不能这么去弄啊 杀气杀不赢 尖是好气 算逃跑了 你非要愣 愣要阻住是阻不住的 阻不断的 是不是 这一打 黑棋死了 所以说不能走 黑棋主不断了 那就只有做活 像这样 如果要继续下去了 就是这么来 接着 那就说不清了 啊 那多数情况要压 那么黑 白棋多数情况要退 那就是 另外一盘棋了 啊 我们这就不好说了 那熊一脸要点到这儿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在定式以后的 这个这个如果要继续下去 就是定式以后的下法 我们要专题研究才行的 大致介绍到这儿 黑棋呢 也 也不见得就就好 反正双方 都可行吧 也可以这样说 同学们有机会呢 可以试试一试 但是在那个年代呢 这种下法很少 跳起来是 跳起来是最多箭的 然后再逼过来 单正 这是一种去向 好 下的 下的稳健一点的呢 有这么下的啊 尖 背 哎 你如果这么爬 当然是黑棋满意了 再一分头 黑棋蛮好 但是呢 这个不一定都如黑棋所愿 搞不好就要被冲断 这是看不清的一个因素 你怎么挡住 我搬 你要搬我就接住 这个就不好弄了 这黑棋 反而脱不了身了 这搞不好被罩住了 就是有这种可能性啊 这个黑棋被弄在里边 你飞 他就靠住 黑棋被网在里边了 那就 就不舒服啊 活得很痛苦 所以说他没这么下 啊 这个也很复杂 还单正 白棋再跳 这些间 这些也要飞 啊 这个时候如果要冲断呢 这个时候要 要冲断 嗯 也不说不可以 好像也蛮厉害的啊 也好像也蛮厉害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冲断也是相当凶的 这个黑棋像刚才那样下 肯定也不行啊 是吧 这个简单的下法 这个这个更不行 你一走马上直接就给扣死了 那是 那是就跟不会下围棋一样了 但是怎么办呢 这很难办了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下 我觉得黑棋有点傻眼了 怎么下啊 但是他没有这么冲 啊 爬一下呢 黑棋还算比较舒服 虽然白棋能跳出来 但是黑棋一拐头 那上面的边控 好像这个就被黑棋控制住了 白棋剑 黑棋扳 白棋呢 不肯扳住 扳住被打一下 觉得不舒服啊 就被先手打 打回去了 黑棋可以 手手脚 啊 这个也蛮大的 反扳 寻求变化 这是场合的这个抢手 啊 这个黑棋没办法 只有提掉 哎 这个白棋好像看似吃的很厚 确实是很厚 但是付出的代价是相当的 拱手让给了黑棋 白棋落了后手 那么黑棋 再 手个脚 啊 这样黑棋控到的很多 所以说白棋有点落空的嫌疑 接着白棋 转转到 哎 不是 这个 他打入 打入 这个打入 相当大 我们第一感哈 这一打过来 两颗拆一 是不是 很危险呢 第一感是把它压住 这没错 第一感 但是呢 它就算长 就算爬进去 你就不好弄了 你要搬这个哈 这样顶顶就活了 这个白棋活了 黑棋是不是就麻烦了 黑棋还得在这沾上 被他先走操了 你说这个一串黑棋来 他给书一堵 想老成天干什么呢 被白棋一拆 他啥都没得到 把控全手拱手让给了白棋 当然是不肯的了 所以说他不能去压 这是帮忙 送控 那么看看黑棋怎么处理的 黑棋去点 先长一手 点一手 考验考验你 看看你怎么下 就是考验你一下 为什么说考验呢 你如果接上 接上就有 他就有说法了 将来这个一尖 是吧 将来有这种尖的手段 然后再把你压在这的时候 你看 他这种 包括这种顶 他就可以转为在这边来 把你冲开了 这样黑棋就比较厚 他有这种想法 所以说是 考验这个白棋 当然这个点也许还有些别的下法 靠到这可能更更好一点 你要走到这 这还是有尖 是不是啊 还是有这种尖的手段 依然是很厉害 可能这样更好一点 先到这 给白棋一些 反击的手段 白棋先下去 虽然黑棋能活 但是被 被白棋刮了 刮成直升 加上那个提的姿态 拭目起 白棋再补助这个断头 黑棋冲回来 这个双方也都是斗智斗勇 各有首获 黑棋呢 直接就地成活 也捞了一点木树 也算是心满意足了吧 总比刚才那个傻傻的压住 把空拱手让给别人 这个好得多啊 白棋呢 这个时候 他也不走脚上了 你再走没有意思了 你看你在那走 这个时候 黑棋就会 拆二 稳扎稳打 这个时候 就不要走高了 我建议 走高了 他会反逼过来 白棋很厚 你出的头没有用 是吧 反而这个地方 搞不好还得守住 那你这么一手就很 很痛苦了 黑棋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在白墙 黑路的时候呢 黑棋要稳扎稳打 把下盘 走稳了 走到三路 就是下盘稳 稳得下巴 走到四路 就抬脚过高 小心摔跤 那上方都不走 告一断 白棋呢 走无忧角 无忧角 守住总没有错了 这个是 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情 怎么 但是呢 这盘棋 倒也不一定 也完全可以考虑在 比方说 才这一路 或者是缩一路 这两种下巴 为什么说呢 我们看看 眼光往棋盘的左边移 左边一排白子 是非常厚的 那么如果从这边方向发展起来 就可以两边汇合 从左到右 向中央汇合 白棋形成一个 中复形成一个大的势力圈 白棋就有可能有所作为 这个就是白棋 寄希望以后的下巴 当然这个时候 可能会遭到人家挂脚 很多挂了 有高挂 低挂 大飞挂 这个就 黑棋的爱好和兴趣 他想挂了 想挂点就挂点 你也没有办法 那就等着他来呗 是不是 反正白棋的方向是朝到这样 将来顺着 还可以进一步过去 是吧 进一步推进 靠近上面的黑棋 这是一种下巴 实际上这个下巴 好像不太坡 我也觉得不是太好 因为这个 把黑棋逼到了 黑棋当然是把这个好点占了 这个叫做天王山 双方的要点 你看白棋走势大场 我黑棋走势大场 双方的大场 应该是最大 白棋打入 这个时候 黑棋不能 不能用强 这个时候好像是 单棋突入 但是 他这个很凶 你要走这还跳下去 把你的根决断 反攻黑棋 这几个 只多不见的就是 就是厉害 是吧 人多不见的都是力量大 都是一些蠢蛋来了 那等于都是都是送死的 这个人 这个棋子多了 有可能是就死了多 或者是包袱更重 黑棋 白棋很清明 所以说 这个时候打不赢 白棋很厚 黑棋赶快溜走 这个是聪明的下巴 白棋尖冲 把他压低 压低的过程同时 好像还似乎还想 盗鼓中 但是实在呢 他吓得很奇怪 这个倒贴下去 非常罕见 这个是 这个也可以说是 小林光一的一个实战手段 这个人称叫做战河流 这个有个说法 就是过去有一个棋手 叫就战河 非常知名的 这个是一百多年 至少有一百多年前的棋手了吧 他当初的棋很厉害 可能是他下出过这类似的形状 但是这样下巴 还是比较罕见的 正常的嘛 都是残或者跳 残他就飞 可能白棋觉得没劲 你走过去没劲 那黑棋又拆过来了 甚至于还贴上去了 这个白棋 你看没东西 白棋觉得很虚 不愿意这么下 跳了 那黑棋就夹到这了 那这个空更更大 白棋 中府是很难围的 所以说他觉得不靠谱 这小林光一的棋也是很实在的 那不靠谱的事哪能干啊 先把你的空追了再说 这个看得见 这个你的空变成我的空了 虽然空不多 但是那总是白来的 黑棋这个时候还得手脚啊 不能让他再钻进来了 这个再钻进来 损失太大 这个时候就考验这个白棋了 断不断 要断 那黑棋就会把它摁在里面 两个对审 对杀 这个白棋还不见得杀了过黑棋了 是不是 这个白棋弃井 这个弄不动 危险 那不敢 不敢长大就只有斑 那白棋一跳 黑棋一跳 白棋没有把握 是吧 这个没有把握杀住黑棋 同时自身还没有做活 怕 这个是肯定怕 所以说白棋不敢断 这个断了很危险的 逃跑吧 就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这个没有工作别人 自身还产生危险了 这种买卖不能做 亏不能买卖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补助 非常生动的一个形状 黑棋把脚上捞住了 然后边上和中腹都被控制住了 黑棋好 白棋还得跳回 应该说这个时候 黑棋掌控到主动了 然后再拆三 很舒服 所以说这个 白棋当初的手无忧角 是有一点小问题的 尖一下 黑棋单力是好奇 把木捞住 白棋走到这时候以后呢 不是说刚才说的跳 跳很笨 这一走 没走到木 看他的实战 反 加住 先拦住 黑棋的去路 然后再尖出来 黑棋还得窜出去 这样 白棋把黑棋给轰出去 就已经获得了利益了 因为白棋很够 后卫主要就是来来攻击了 实在不行 才来来成空的 所以说当然是要攻击他 把他轰出去 趁机呢 边上占点便宜 就黑棋一看 就不能再不进来了 打入是必然的 白棋再 再虎 再压 把折得很厚 好 劲儿斩足了 干什么呢 劲儿斩足了 拳头拽紧了 就是要打人的 是不是啊 你敢进来 你欺负我是不是啊 看我没力量 那肯定不行了 要跳起来 但直接不能 不是说打人 就要直接去打他 那打点这么打 那一钻动怎么办呢 这个不好动 是不是啊 何况这还有点 你直接弄不住他的 这个搞不好 这个 惹麻烦了 没准自己 左边变薄了 都有可能啊 打人有时候是 不要说 要做 悄悄咪咪的做 这个就 下棋跟做人 做事是一样的 你不要那么怒骨 明显就要去弄他 除非是看准的 一拳打死他 打不死他 你就不要去惹他 是不是啊 免得他 他醒过来 他给你一通暴揍 你这个 打不赢 何必去惹麻烦呢 哎 悄悄咪咪的 缓缓的走 实际上是咬着他的 他跑不快 逃跑 不好意思 我的次序摆错了一点啊 这个呢 他是这样的 先走 先走 再虎 差不多的意思 基本上那个虎也是先走 然后再来出拳 飞 这是什么目的呢 你要跟着走吧 那我就要把你分转 这个时候黑棋被围在里边 不是说要死 但是呢 肯定要苦活 对不对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说 他有点不肯 这样就被白棋简单的分转 那黑棋对于这种棋 托是一个常用手段 就是想趁机捞一把便宜 你要一走 还加你一下 你要接上了 他再托回去 你看这样 他就得到什么便宜呢 你看你将来走 他有这样的冲的手段 你一走 他一拉回去 白棋产生了断头 那么 白棋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那你想攻黑棋弹河容易呢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就是 黑棋的一个反击 巧妙的防守反击 加 那如果我说挡住呢 挡住呢 当然好说了 你都这么客气了 那还说什么呢 那一个呢 我可以飞过去 我不一定要那样爬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 而一个搞不好 还可以跨断你呢 但跨断危险一点 这个看不清楚 也许有小尖 这个有点凶 反正是走了两下 白棋的毛病就多一些 正常的应该飞回去 这样白棋没有那么多指 分断黑棋就很困难 是不是 这个地方黑棋有跳 这个白棋自身的棋形很薄 很难发起强弓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人不敢硬了 正面硬就有可能被对方占便宜 赶快 这是一个机会 强弓这边 见机而动 黑棋根本就没理他的查 你别吓唬我 赵子军 我是赵子军 我怕谁 你小林光阴的给我来这一套 我们俩是知己知彼 所以说了 没被他 也只好如此了 他只能拼命了 不拼命就坐以待地 好 把脚捞了 这个狠啊 如果一旦得逞了 做活了 那白棋就就没法弄了 是不是 空丢光了 但是这时候胡有问题 接到这也好一点 接到这 那这跟以后有些关系 待会 待会我们马上就能看出来 胡到这 啊 没火 不好意思 还是先走了两步再胡了 还是先点断 可能不敢胡了 胡的话 可能真要 刚才如果这么胡的话 可能白棋真要动 下黑手了 是那天要把他点杀了 兔子都不能逼急了 逼急了 他肯定要咬你了 现在黑棋呢 总之想溜回去 再冲 这个人蛮厉害的 来去单冲 再长 这个很缓 很缓和看似 实际上是很 也很凶险的 你这么一长 你看上面啊 你比方说 你连上了这个 连上这个应该是第一选择 应该是不错的啊 他走这个 黑棋架 这个是黑棋 白棋最担心的 这黑棋一走 过了 是不是 活了 单 单打回去 以前也是活的 你吃掉一颗子 不管用 就算让你回去 就算让你回去 那么也是狼狈回去 那黑棋没有生死问题 那么白棋就惨了 所以说 黑棋还是应该接上 接上吗 白棋又不敢去吃他 你要吃这边 首先中午吃不吃得到 是一回事 吃得到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损失很大 你要不要活着 你要去加一道 当然是吃得到 但是你吃我吃 形成去转换 白棋得常吃 如果你活 那你会活 我也会活啊 那大家活 白棋也无趣 这个去 所以说 白棋实际上也是很为难 黑棋弄得白棋很不舒服 但可就是在关键的时候 突然老虎打盹了 他不知道怎么鬼迷心窍了 还是晕了头了 虽然是 是这个断头不离 跑到这儿虎 这个时候应该沾 沾一个也好一点 刚才说的 我们看看 待会就能看出来 还有为什么不好了 到这 那你不走吗 我大家给你冲 先扳一下 先把你扳 打一下 再一冲 这就看出来了 一走 你一吃 你看将来 为什么说这个虎不好呢 一路被打了一下 明显这一加就要打结 你得提 待会儿 这一提 白棋就先走 便宜了 所以这 这只差不好 然后白棋带着 这个 闭着眼睛往下储 冲下去 爽极了 打 为什么打到这儿呢 刚才实际已经讲了 你要吃到这儿 还加着先走 嗯 那就两边倍便宜 所以说黑棋不愿意 那你两边便宜 所以吃到这儿 把吃 骑得干干净净 但是这么看得出来 黑棋就吃到白棋一个脚 那么 黑棋三颗子边上死得很大 很惨似的 同时 将来 一旦有机会 白棋见到这儿 黑棋还得狼狈逃跑 但是黑棋 白棋没这么下 白棋已经得到便宜了 黑棋 这可能是打一尖 然后呢 再把这个加加好 加加后 走后 然后瞄着这个火脚 是不是 你要逃跑没关系 你要这么逃跑吗 那好说 你都好说 咱们就好商量 把你脚 那这个白棋实地够了 那何必非要动刀子了 对不对啊 咱们 这个 这和平解决问题了 就目的就达到了 但黑棋肯定不干了 你这么就把我拿下了 我怎么也得反抗反抗吧 所以说 团到这儿 还不补 还要去 顽强 补到这儿 这样呢 就把脚上起补了 他有了这个尖 我们看看这个加 走 这个是 黑棋就可以这么来 把它断掉 这一走 由于有了小尖 这个子 白棋没有冲断 白棋就死掉了 它也不行 这个是个简单死活 不是对大家会杀 对不对 这个太简单 非常非常容易 这一下就杀死了 立下来 这也简单 三指点中间 它要 我就是正好一断 不入气 反正这个地方是死的 这个就是 这个是 很容易看到出来的 那么 白棋呢 多它一下 这个就标着断头 就有棋了 黑棋正常的 这个只能走到这儿 团起来 白棋呢 就 有了这个子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将来 再把你走 你要吃这个的时候 它可以顶到这是先手 那正好有了这个子 做交换 一顶 你得印 你得印了以后呢 这个黑棋 由于没有删的刺子 这种先手 整块棋就容易 被杀 或者被攻 白棋主要是这个目的 但是黑棋实在呢 下到这儿 被白棋一架 就认输了 由于本来形式就不好 这个时候 那就更不对劲了 你看 它这么下 也许 还能把白棋 吃掉 这叫做 吃掉 吃掉没关系啊 这个白棋 你看 瘦得多厚啊 是吧 这个到处都是眼啊 你看啊 那再要监察黑棋 黑棋中央 哪去找眼啊 没有这些先手 没有刺的先手 就光靠这样 就能做活吗 那显然是难度相当大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下成这样呢 所以顶尖高手来说 他已经看到自己的 这个 这个什么 呃 叫做 呃 自己的这个未来了 看到了 所以说 就 很爽快的 头子任户啊 显示出一种风 风度 好 这番棋呢 呃 白棋整体上 还是下得非常好 他的 一直下得很厚 在关键的时候 发力 黑棋 由于 没有 算得太清楚 被白棋 这主要是在 右下角这一带啊 白棋 爽快了 弃子 这样呢 这个 白棋就奠地的胜计了 这番棋最终是 白棋中盘获胜 好 今天这两盘棋呢 就给大家 就讲到这 谢谢同学们的这个 呃 收 收 收看收听啊 啊 这段时间了 这个 讲这个棋 主要是以 注重 注重内容为主啊 我们都不讲很多 既有虚的一部分东西 同时呢 又有很多 很实在的一些 判断 我呢 也希望把这个棋谱 讲得更细一点 由于时间的关系 那我也只能尽量 讲得更细一点 我们 留出一小部分时间 来探讨 大家同学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有什么希望和想法啊 特别是头一节课 我们多做一些沟通 我们呃 除了这个在课上 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些沟通 课外呢呃 呃 由于我们都 都加入这个群了嘛 是不是啊 就加入这个 这个 这个班的QQ群 我们很多 线下的时间 都可以做一些沟通 呃 只要你们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希望 有什么想法 呃 同学们尽管提 邓老师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 啊 当然是在想啊 如果某 某一个人 有某些想法 大多数人 大多数同学不喜欢 或者是不愿意这样 我们还是要 随大流 啊照顾大家的情绪 好不好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就请那个技术人员 呃 给给接通一下 嗯 我们同学之间的一个QQ交流 好吗 这个不补啊 呃 也是一部很顽强的下法 啊 这个看上这位同学呢 呃 看了还是很仔细 而且很有想法啊 就要注意防守 你的名字起的非常有意思 这个问题提的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你 要注意防守 但是你的 你的这个想法是 是很很那个啊 不是防守 而是要 而是要进攻或者是抢 比方说抢到这儿 是不是啊 类似于这种地方 这个呢 就是 呃 抢的比较凶 但是 有一定的问题 啊 有一定的问题 比方说 啊 被这个 黑体攻过来 一小间 还一攻 你看看 如果这个头被一震 你试想一下 我们可以示摆一下 对不对 你自己也可以 试想一下 一旦被围住 你这块棋 是不是就很苦啊 这个做 做活就非常困难了 那么黑棋通过攻击 得到二四六 这样三个子 把中腹 粘成一片 首先 你左上边上那颗子 有可能白子要被吃住 这是损失 同时呢 黑棋中腹走了这么多子 他每走一颗子 就有 就有 就有收获 这个白棋太苦了 这个肯定 摆到这儿 大家同学 我想都能看得出来啊 不过能提出那种见解 还是非常好 你要是想不到这些 这个抢控确实是很大的 如果黑棋只是 普普通通 被黑棋 白棋做活的话 那当然是要抢边控 但是呢 就是因为 阵头厉害 这个也是一个常情 阵头 是不是 我们在攻击对方的时候 阵头就是正面阻止 对方的出逃 让他比较困难的 这个 这个做活 不要让他轻易的逃出去 这个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步 什么问题 我们的问题不仅限于这个 这个这盘棋上的一些内容 包括你的一些想法 一些棋上的一些想法 或者有什么希望 这些都可以 什么都 我们畅所欲言 可以说 都可以问 是指这个飞吧 在问题比较多 还有说后半盘了 我再又又退到前面去了 飞压还要前面 是吧 就是说刚开始我摆变化图的这个飞压 是不是 那是指这个飞压吗 这个变化 刚才是比较典型的 我确实是没有摆 没摆完哈 这个冲断呢 就基本上是像刚才那样了 这个我可以再演示一点 这没有 没有办法 可以再熟悉一点 这个基本就到这 就就为止 接下来呢 就有很多下法 就不好说了 那么白旗如果 不冲断 那还有这样的下法 行程打结 这个旗呢 白旗 也有不好下的地方 如果他虎到这儿就吃亏了 可以去逼过来 如果要走到这儿 那么这个 可能会 这样好像黑旗也很厚实 白旗都被打到了二度线上去了 目前呢 这两个下法 一个就是这个 八 翻到二路 和刚才摆了两 两遍了 那个冲 冲下去 比较典型 第一个变化 刚才呢 是难说的 难战 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变化 如果像这样呢 我觉得黑旗好像 还比较好下 当然这个旗也是很细微的 比方说我们要接得下去 你看白旗速度也还是比较快 但是黑旗由于非常厚 你看这个树生一道壁 潜力相当大 那这个 只能凭一种感觉了 因为现在你说从不及情啊 那比方说我们还要继续下下去 那可能他会拐走 但是白旗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判断 左上角的白旗 十目墙 左边的白旗 也是十目左右 加起来 差不多就是二十目 那么黑旗 先看下边 大概有十三目左右 那么上面这个后臂 我们怎么判断呢 我们有一个最简单 这个是属于一种 一种叫快速判断的方法 就是说挨着这个黑旗的后臂 有一个子 加一目 这是肯定要有的 你看这一排吧 黑子 七八个总有了吧 那你就至少要加上七八目 那么这么一加上的话 上下一加也有二十目以上 如果有这二十目的话 就可以跟白旗相抗衡了 所以说这个黑旗呢 感觉还是很主动 右上一颗黑旗 右下一颗白旗相抵消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 我好像有点听不到声音了 不知道同学们还能听得到 可能这个QQ大概 群聊这个声音可能 有点有点效果不太好了 好的 这个 要注意防守 我这位同学 发言非常踊跃 提出了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很多 这是老师最喜欢的 希望大家同学也踊跃发言 就说 讲完一盘 跟大家沟通一下 这个确实说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这样 否则的话 第一盘期 这个凭空就没法说了 再摆一遍 好像又比较麻烦 这样 讲一盘 咱们探讨探讨 休息两分钟 然后再继续第二盘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建议 这个跳动有点快 刚才说什么 七飞压的那个图 27可以跳吗 这个 七飞压的 是这盘期吗 七飞压 我怎么找不到 七飞压在哪呢 现在我这个 有期你这么说的 我还是有点不太理解 如果用那个 调用棋谱的 倒是非常方便 但是呢 就是说 前提是 这个谱要比较适合于我们讲课的 那一般说来都是下出来的棋容易掉 或者是掉别人下出来的棋 以后的 在以后的讲课里面呢 可能会有 会 找一些同学之间下的棋 或者是同学跟别人下的棋 这样的话可能就容易掉出来了 摆到后边了 这个要再摆一遍 有一定难度 这个 再摆一遍 这个不知道要摆到哪 这个不知道要摆到哪 我这个 我现在是 我这个都是一步一步自己摆上去的 不能不能 几步几步一进的 我只能一步一步往上面 往上面摆 只能这么一步一步摆上去 所以说比较慢 来去 左边的打热 啊 左边的打热 哪有左边 左边就是一 现在不就下成左边吗 哪还有左边呢 是指现在还是指以后呢 这个河滨 呃 右边 右边啊 右边 右边那就在后边了 啊 啊 这个打热 白棋这个打热吗 这个是左边 但现在不是左边了哈 就变成右边了 调棋谱老师会的 但是这个棋谱我没有 不是从书上看的 没有从那个 呃 没有没有从那个 别的地方找 我是找到 就是找到这个 赵志兴的对集集里边 我看的 如果从那个 以后这样 所以也尽量是从那个 网站里边找吧 网站里边找 可能就比较方便一点了 好 还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这些 这些地方 啊 哦 有些软 嗯 嗯 郑老师可能对有些 确实是不太 不太知道 要不这样 行不行啊 就是同学们 可能现在 很多同学 比郑老师在 在这个软件上啊 包括一些这个 这个网站上 可能更熟一点啊 呃 咱们可以 呃 这个 先 先 同学 同学也点一些 这个旗谱 看郑老师 让 让我来讲 也也挺好的啊 啊 白旗在哪 不下面班呢 54吗 还是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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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七 不在下面班 二十啊 就是底下班 他在底下班 有什么意思吗 你看 什么时候班 这个时候班 是不是 这个时候班 那你你都跑到 二路去了 你再走 前顶 再把你撑住 这个黑旗 你看 把把你全部封在里面 白旗会苦活 这肯定是不好的啊 他不能都都 钻到二路去了 这个越 越走越 越低了 从四路钻到三路 三路钻到二路 这个这个日子 越过越抽抽了 那肯定是不好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呢 还是想 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尽量 能 能走得到四路 或者三路 对不对啊 这样白旗活的 就是舒服一点了 你都跑到二路 这个日子过去 是不是有点难 有点痛苦了 好 那今天确实也是 我们今天头一次哈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这个 这个经验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交流 我们共同改进 共同提高 好吧 来 12 靠厉害 嗯 啊 行 那也谢谢同学们 啊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 好不好 这个 有什么问题 呃 在中间出现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们可以客服啊 跟这些呃 网站多沟通 沟通 也可以直接跟郑老师留言 呃 交流 好吧 嗯 也谢谢同学们 啊 同学们辛苦了 呃 这个技术人员也辛苦了 啊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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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